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墓主的后巴还有一座博物馆 说明这位墓主民的身份不一般 这位墓主人就是东汉时期的定点猴 班超 这座班超墓所在的位置是离洛阳机场特别近 所以就不能飞无人机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班超墓整体的规模 从门阙进来一直往前走 可以看到一尊高4米的班超青铜像 在青铜像的后的就是班超的墓种 它的风度非常的高 在墓种前边有一座新立的石碑 这上面刻的是东汉定远侯班超之墓 大家看为什么在碑上会有一个圆口 其实这是模仿的汉碑 它有一个名字叫做碑川 最初在碑池上开凿一个圆洞 它就是为了拴马用的 不能让这些牲畜们四处乱跑 到了汉朝时期 这种带有圆孔的碑 它真正的作用就是辅助人们下葬用的 当时在这碑下面挖好墓穴 这碑上的圆洞它就是一个支点 从这中间串一根木头 然后用绳子吊着棺果 再慢慢的把这棺果放到墓穴里 在古代这普通人可是没有钱去立石碑的 所以碑川后来渐渐就变成显示身份的作用了 接下来咱们聊见这位牧主人班超 他们家非常的牛 比如说他的哥哥就是著名汉术的作者班固 这个班超出生于书香门底 从小他就有一眼大的志向 在公元25年 汉光五帝建立了东汉 由于经过连捏战乱 此时东汉的势力 远没有西汉时期强大 不可能像汉武帝那样 对匈奴发起大规模的作战 在当时啊 东汉对于匈奴的进犯 只能在长城区域进行一些防御战 这汉光五帝刘秀家崩后 汉明帝刘庄继位 当时他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这西域给拿回来 在公元73年 汉明帝派将军窦固率领大军 要和匈奴打干一场 此时班超闪亮登场 当时他被分配到窦固军营中 后来首战告捷 班超率领大军击溃了匈奴兵 这窦固一看 这个叫班超的人很有能力 于是下令让班超去往西域各国 自从西域被王莽推翻以后 从此这西域各国和这大汉就断了联系 班超这次出使西域 主要的目的 就让西域各国向东汉成臣 共同讨伐匈奴 班超绝对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曾经带着三支六人进入西域 而且还拿下了几个大国 在当时班超带着三十几个人来到山善国 这一开始 山善国君对待东汉的使者 那是相当的客气 后来这匈奴使者也来到了 于是山善国君对待东汉的使者 就特别的冷淡 此时班超的队伍非常危险 随时会丢掉性命 当时班超果断决定先把匈奴这些人给他灭掉 于是到了晚上 班超带着三十多个人 把一百多个匈奴人全部解决掉 在当天晚上 这班超带着三十多个人来到匈奴使者的驱逐地 他先是放了一把大货 此时这匈奴人慌了 然后这班超带着人就杀了进去 后来这班超拿着匈奴使者的手机送给了山善国君 当时把这位国君都吓傻了 于是马上表示向东汉称臣拿贡 后来这班超继续带着三十多个人 出使西域各国 再后来对于敬酒不吃吃法酒的小国 直接用武力指护了他们 在94年西域的55国全部平定 班超立下大功 当时朝廷封他为定远侯 在公元62年三十岁的班超还靠着笔墨来过日子 后来他觉得男子汉大丈夫应该建功立业 于是他投笔从容 班超在41岁那一年他抓住了机会 开始出使西域 到了62岁那一年他平定了西域 班超把自己的后半生都奉献给了汉帝国的边境 此时啊这位老人开始想家了 后来汉河地下令可以让班超回京了 在102年时隔30年班超回到了洛阳 但是只过了一个月班超就去世了 享年70岁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这个视频就拍到这儿 谢谢所有观众我的朋友 咱们下一视频 再见